大家好,这块料子一眼看上去不怎么样 当您看到它没有切之前的皮壳表现 您再来看一下这块料子 首先黑皮蜡壳看似不起眼 咱们岩石看中需要打灯 一会儿咱们上灯来感受一下 一般情况下,如果这块料子是属于皮厚物厚的石头 切成这样的状态也不错了 但是它不是皮厚物厚的石头 打灯有较强烈的表现 注意啊,而且不是一个点有 是很多个点有 注意,断口的位置看看 这种表现,说它是落化感甚至落冰感 有没有问题 一个断口,包括它盐皮上都能看到较长的肿水 那这块石头不便宜 按理来讲,这块料子切到个落化应该是很容易的 但是切进去以后,一会儿再来感受一下 观察 石头的皮壳表现如此之强烈 那它一定能切长吗 注意,思考一个问题 一块料子是否切长 不单单只看肿,只看水 看的是它整体的一个配置 那么这份料子的状态呢 给大家看了一分钟 然后呢,咱们来看 哎 切开的状态和皮壳 你们会不会感觉不是一个石头 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大家感受一下 实际上呢,食物比视频里面呈现的要稍微好看一点 我感觉没拍出效果 列为呢,咱就不说了 有花 哎呦 打钉的种水呢,比不打钉稍微要好一点 咱们讲了,打钉呢,不看重 看看什么呢 看看瑕疵 对吧,看看稳裂 那么整块料子这样看 以及没有切之前的状态 您觉得这块料子算切长了吗 评论期说说大家的看法 整天在直播间到处晃荡的朋友 您怎么看这块料子 这样的一份石头 我认为还是有点可惜啊 成本过高 切开以后呢,并不是很理想 希望大家呢,在购买岩石的时候呢 都能够有好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